汇控今年首季稅前盈利有68億美元 按年增加兩成半 主要由於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 取稅前盈利增長5% 賺了30億美元 但首季順利就按年倒退3.7% 賺24億美元 遠差過市場預期 派發首季度股息每股9美先 汇控期內貸款減值撥備 輕微減少0.7% 降至23億6千萬美元 而截至3月底 核心一級資本比率為10.4% 在集團的目標水平9.5%至10.5%之內 而全職僱員人數有28萬5千名 較去年底減少近3500名 集團今年首季節省成本3億美元 管理層預期內地經濟將會軟著陸 而印度和巴西將會繼續強勁增長 整體新興市場經濟將會有5%的增長 但匯豐控股行政總裁歐志華表示 由於已發展經濟體的債務問題 以及政治方面存有不明朗因素 經濟發展仍然面對困難 香港封頻電視記者林家堯報導 香港封頻電視記者林家堯報導 下集團